马拉基书第一章 一到二折 耶和华籍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出自于 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 马拉基书 这卷先知书是写给上帝的子民 他们曾经被佬到巴比伦 现在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 很可惜这帮被佬回归的子民 并未大切大悟领悟到亡国被佬的功课 他们尝试以最低的方式 即是今天说最cheap的方式 去守信仰的规条 他们希望能够僥倖地得到上帝的欢心 但是上帝看透人的内心 他看到他们其实并不爱他 他们只不过是惯性 肤显地守这些律例而已 而在马拉基书里面 上帝向他们表明 他一直都是好像父亲爱乙女地爱他们 亦都会好像父亲管教乙女地管教他们 请注意在这里 上帝特意使用他立约的名字 希伯来原文就是Yahweh 英文翻译为The Lord 而中文翻译为耶路华 当日上帝藉着摩西和他的子民立约的手 他就是用这个名字自称的 而在马拉基书里他又用这个名字 是表示他对他的宣告的认真 而上帝要马拉基先知 宣告的讯息其实是很简单 但是也非常震撼的 这个宣告就是 我曾爱你们 他封此的就是 在整卷书里面 上帝的子民不断向他提出很多疑问 而每一个问题的背后 都是因为他们质疑上帝 他们说 你最何事上爱我们呢 上帝在这里 向这帮不信的子民 大声和清楚 loud and clear地说 我曾爱你们 虽然他们因着自己的罪 饱受很多的苦楚患难 但是上帝的爱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问题只是他们不相信 以至他们对上帝的敬拜 是很表面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诚实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受的患难 有没有是因为我们的罪呢 如果有的话 我想我们都要大切大悟地 学到其中的功课 我们更加要聆听上帝对我们说 无论什么日子 我曾爱你 今天我仍然爱你 换句说话 上帝的意思是 只要你快快地回转 我一定会接受和祝福你 我们下期一会 不许多 你 我 这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